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代谢 生命 排泄解毒等非常复杂的生理功能 对于脂质 蛋白质 以及糖等多种营养物质的消化 吸收 氧化分解 转化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的肝脏出问题的时候 就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不适 病毒性肝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第九大引起死亡的疾病 在我们国家法定传染病当中 它被列为乙类传染病 这个病啊 传染性非常的强 传播途径很复杂 而且流行广泛 在我们国家呢 发病率也比较高 它的病原体是肝炎病毒 它们是一大类主要引起肝细胞病变 坏死 炎症的病毒 目前发现的肝炎病毒至少有八种 其中啊 明确的有五种 也就是甲型肝炎病毒HAV 乙型肝炎病毒HBV 并型肝炎病毒HCV 丁型肝炎病毒HEV 和物型肝炎病毒HEV 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病毒科 生物学性质不一样 所引起的肝炎传播途径 临床过程和肝炎病毒 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分类学上说 HAV 属于小R病毒科 室肝病毒鼠 而HBV 属于氏肝炎病毒科 正氏肝炎病毒鼠 HCV 属于黄病毒科 并型肝炎病毒鼠 HDV 它是一种缺陷病毒 尚没有进行确切的分型 HEV 属于悲壮病毒科 其属的分类尚未最后确定 从流行病学和育后两个方面 可以将肝炎病毒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 包括 HAV 和 HEV 这两个病毒 主要通过分口途径进行传播 所以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可以引起爆发性流行 但是啊 通常不会转为慢性 而且有疫苗进行预防 所以相对来说 危害比较轻 另类 包括HBV HCV 和 HDV 这些病毒啊 它们主要是通过血液进行传播 所以 感染的时候没有季节性 多层散发 而且 部分患者可以也变为慢性肝炎 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 所以 对于人民的健康危害比较大 除了已经确认的这五种肝炎病毒以外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又发现了一些和人类肝炎相关的病毒 比如 根型肝炎病毒HGV和TT病毒等等 但是 由于这些病毒 它们的致病性尚不明确 所以 还没有被列为肝炎病毒当中 此外 其他的一些病毒 比如说黄热病病毒 聚细胞病毒 EB病毒 分疹病毒等 它们也可以引起激发性的肝炎 但是 也不属于肝炎病毒的范畴 这些肝炎病毒 它们可以引起类似的临床症状体征 以及实验室的指标 首当其冲的第一个指标就是 患者会发生转胺酶的升高 这是由于在肝炎发生的过程当中 存在肝细胞的破坏 所以 病胺酸胺脊转移为ALT 和门东胺酸胺脊转移为AST 被释发到血中 从而 血清当中 这两种转胺酶的浓度 就会明显升高 另外 患者会出现明显的黄胆 那么 什么是黄胆呢 要明白什么是黄胆 首先 我们来简单地学习一下 胆红素的代谢过程 大部分的胆红素是由衰老被破坏的 红细胞降解而来的 这就是非结合胆红素 当非结合胆红素随着血液被用输到肝脏以后 可以迅速地被肝细胞所摄取 在这里 它和葡萄糖全酸进行结合 从而呀 就转变成了结合胆红素 进而随着胆质排出来到肠道里边 进入肠道以后 它们可以被怀疑成尿胆源和粪胆源 从而绝大多数形式以粪胆源的形式在粪辩当中排出 那么小部分呢 以尿胆素的形式随着尿液排出来 所以呀 我们正查人的粪辩和尿液的颜色都是黄色的 这就是由于粪胆源和尿胆素存在的原因 但是 当病毒性肝炎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 由于肝细胞受到了损伤 所以 肝脏对于胆红素的摄取 结合和排泄的功能都有可能会发生障碍 所以呀 就会导致非结合胆红素在血液当中堆积 同时 由于胆汁的排泄也受到了阻碍 所以 血流当中结合胆红素的浓度也会随之增高 也就是说 我们血液当中的非结合胆红素和结合胆红素都升高了 那患者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对了 患者的皮肤特别是拱膜的颜色就会发黄 我们称之为皮肤拱膜的一个黄染 同时啊 尿中的打红素和尿胆红也随之升高 这样就使得尿的颜色变深 成浓茶水药的尿液 而粪便中呢 对了 粪便中的粪胆素却是减少的 所以 患者的粪便颜色会变起 成白桃土药的粪便 这些呀 都是肝细胞型黄胆的表现 此外 在急性期 由于患者的肝脏会出现肿大 所以 患者会出现肝去的疼痛 还会伴着食欲减退 恶心 乏力等等 非特异性的消化道症状 所有的肝炎病毒都可以引起以上的表现 所以呀 在病毒性肝炎的诊断过程当中 实验室诊断 特别是血清血的实验室指标 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 这些肝炎病毒各自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